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游祥婷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因应春节返乡人潮 交通部公路总局与客运业者达成协议 保证不受一例一休影响 依然会增开班次 满足民众的达成需求 台北市卫生局抽烟市售食品容器 在30件美奈米餐具中 共有三件不合格 其中一件筷子甚至含有甲醛 卫生局已经勒令下架并罚还 赤资38亿打造的台北艺术中心 因为包商倒闭 工程停摆 超大围离更影响用路人的安全 市议员痛批 难道包商倒了 北市府也要跟着倒吗 农历春节将至为了因应旅客及返乡人潮 交通部公路总局已经做好完善的输运计划 并和客运业者达成协议 保证不会受到一例一休的影响 依然会配合增开班次 满足民众的达成需求 因应春节返乡及游客人潮 交通部公路总局9号举办新北地区春节输运记者会 除了说明完善的输运计划 也针对民众因一例一休 所造成的减班疑虑提出澄清 106年的农历春节输运 其实在我们在公路总局及各区建议所 其实都已经准备完善 各种输运措施我们都准备到位 客运业者的一个协调结果 我们也都在前置都完善 车辆检查等等这些 那至于说大家所关切的 有关于说因为一例一休 所造成的一些客运的一个营运的状况 其实在这里 公路总局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协调客运业者 在农历春节前他不会有相关的一个影响 请所有的民众能够放心的一个返乡 为了疏解国道5号的拥塞情形 公路总局不仅要求客运公司 加开班次 也增加多条直达公车 希望民众能减少自行开车 多利用便捷的大众运输 避免民众因为自行开车 有塞车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在相关一个 输运一个热点 譬如说往宜兰的方向 我们都有去开临时的一个 输运的一个专车 譬如说我们从捷运三重站 民众可以选择在那边 新增的一个站点 搭车前往宜兰 或者是松山火车站 或者说在板桥客运站 他会直达不用再到台北市去 直达到宜兰去 民众如果一定要自行开车 公路总局也建议 尽量避开热门时段 或改走替代道路 才能免受塞车之苦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台北市卫生局日前经由食品容器 五金百货行等地方 进行卫生安全抽验 在30件美奈米餐具中 共有三件不合格 其中一件筷子甚至含有甲醛 卫生局已经勒令业者下架 并处以罚还 吃火锅时 喝上一口热腾腾的汤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但是使用的美奈米餐具 到底安不安全 北市卫生局击查 市售30件的美奈米餐具 结果共有三件不合规定 其中这款筷子 被验出含有甲醛 已经勒令下架 并且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否则将处以 三万到三百万以下的罚还 另外两件美奈米碗 因为没有列出标示 也将进行裁罚 所有的美奈米餐具都是甲醛素质 跟三具清安去做融合的 依照法规它不可以被融出 那这个产品标示是100度锡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试验条件下去 做融出 发现它超过安全融取量 也就是它融出了 那这部分要求产品是全面下架 不可以再做贩售的动作 卫生局食药处表示 民众应该要正确使用美奈米餐具 如果变色或者是有刮痕 就不应该再使用 遇到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上卫生局网站查询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开播到台北数学新闻 曹东华采访报道 新北市的新住民人口 约有10万多人 居全台之冠 市府特别和台北中校服人社合作 针对新住民妇女在怀孕前 可以增加甲状腺激素 和红斑性狼仓的筛减 为新住民的下一代健康把关 新住民幸福家庭计划 Action 各福人社长穿起孕妇装 麦力喊口号 一同启动新住民的幸福家庭计划 过去新北市政府 针对新住民就有补助健康检查 今年特别和中校服人社合作 提供新住民婚后孕前的健检加码服务 中校服人社特别提出增加两样 第一样是针对有关甲状腺激素 第二个是针对有关红斑性狼仓 因为如果身为这样的一个家属 其实它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我们希望他们能生出一个 健康平安快乐的台湾好宝宝 全台的新住民人数有将近26万人 其中光新北市就有10万多人 中校服人社要为新住民妇女的健康把关 特别向国际服人申请到300万的奖助金 提供免费的健检服务 也希望减轻新住民朋友的负担 算是该设的创举 也为创设30周年留下纪念 我们的29岁过来就有31个地方的关怀照顾基点 我们的关怀照顾基点里面有很多的关怀志工 新住民的志工 用欢乐也好 通义也好 或是经常打到家庭关怀 还有家庭访试 甚至有时候 他要需要做什么 给他 回来到我们的过程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跟过程是更快的 怀孕之前 他们要让做好检查这样子防患于未然 我觉得对生出健康的下一代是有帮助的 刚来台湾那时候没健保 然后看医生啊 新住民妇女只要是本人或是配偶 涉及在新北市 到当地的卫生所 或是特约的医疗院所 就可以享有加码的运前健检服务 还可以得到宣传手册 和一卡通的好运包 符合资格的新住民朋友 可以把握机会 好好做一次产前健康检查 台湾大台北数位新闻 邱世民财保报道 新北市三重区大游里 日前举办冬令联欢活动 除了邀请引发长辈前来共餐外 也结合多个慈善团体 办理冬令救济 发放2000元现金和1000元物资 关怀里内50个低收家庭 环保志工辉携斗区的省私表演 为三重区大游里冬令救济 爱心飞扬祭里民联欢活动揭开序幕 在岁末年中之际 三重区大游里特别扩大举办冬令救济活动 除了关怀里内的低收入户 也邀里民同欢 现场气氛热闹滚滚 因为冬令机制 大家花了那么多钱 让拿的人也有增援 所以就请我们前里 营华族以及所有里内的人士 来共同用餐 也这样能够让我们 所有大游里的人 能够大家敦青慕林 为了响应这次的爱心活动 包括天职爱心公格会 新北市爱心会 及狮子会等多个慈善团体 都踊跃赞助 而地方上多位议员 也到场共襄胜举 赞助大批的物资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一起为弱势尽心力 三星人士的爱 和连结了这个力量 能够让我们此次的活动 更加的温馨和温馨 在此以感人的心谢谢 代表大游里 感谢所有赞助的 社会人士和企业界 这次旧级活动 共有50个低收家庭受贿 每户人领到一件高级毛毯 及2000元的红包 希望他们在景气的寒冬中 也能开心过好年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全力打造智慧城市的北市府 率全国之先 将12区的护赠资料 全部数位化 下公民众不用再花费 漫长的时间等待 就连跨区申请也可以 不用事前预约 审时又方便 台北市户籍登记申请书 数位化系统正式启动 12个行政区的护赠事务所所长 相继在背板上贴上拼图 最后由柯文哲市长 查详店员 象征台北市的护赠业务 从即日起 全部迈向 异化功能 过去都是去申请 如果是跨区的话 要打电话过去 那边再从资料里面找找找找 找到那一张出来 而且那一张常常是 丁神一策 为了拿抽出那一张 还要把这个 要拔丁 拔丁 然后再把它抽出来 脆脆的 脆出来 有时候东扯西扯 那张搞不好你的 结婚证证 你的证明就不见了 脆掉了 然后再去 再去 那经过这个传证再过来 OK了 那现在如果全部把它扫描 数位化以后 你只要拿着身份证 就可以跨区去申请 所以这是一个 整个台北市在一化 全力打造智慧城市的 柯市府 将所有护证纸本资料 做整合 未来申办的各项业务 服务人员不用再翻阅 历史纸本资料 透过电脑调阅 不仅能跨区服务 证实又是力 这么方便 这么快速的服务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一位市民 都可以跟市长一样 享受到这样的 便捷的服务了 护证异化首次上路 市长柯温哲 也在启用典礼上 亲身体验 在服务人员的协助下 小女儿的出身证明 以下就完成 不用再像过去 要从填表 翻阅资料 后再自表 原先每位民众 平均50分钟的服务时间 未来只要10分钟以内 就搞定 看一播大台北 书位新闻郭正明 传播 以上是记者少庭 在街头的采访报导 记者目击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相撞 造成三人受伤 车祸主要的原因 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 小姐小姐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并排停车 我只是在这买东西 这下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啊 旁边一下子 获害妹子 请勿并排停车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赤资38亿打造了台北艺术中心 去年因为包商里程营造倒闭 导致工程停摆 工地前超大的围离 更是严重影响用路人的安全 加上士林夜市就在一旁 人潮一多 就会上演人车真道的金鲜场面 市议员陈建平痛批 难道包商倒了 北市府也跟着倒吗 超大工地围离 不只占据人行道 还压到斑马线 民众被迫走在车道上 显向还生 车辆也因为道路缩减 经常堵塞 原来这里是台北艺术中心 停工后所留下的烂摊子 内心到哪里去了 变成一堵墙 所以行人就必须要走到马路中间 那相对的占用的车道 还有减缩的空间 马上造成这个区块的拥挤 台北市政府斥资38亿打造的台北艺术中心 去年因为承包商里程营造 突然宣布倒闭 工程陷入停摆 但北市府接管后 却没有做好紧急善后 加上这里仅邻市林夜市 只要人潮一多 交通马上大打结 大家都没有看到台北市府 有任何积极的动作 里程营造倒了 难道台北市政府也跟着倒了吗 现阶段会退到那个测沟的部分 把大部分围地测回来测到测沟的部分 然后还是把道路让出来 让车子还有人的行动方式来做通行 捷运局承诺两周内会把工程围离 退缩到马路后侧 只是都已经接管两个多月 非得等到民怨四起 议员来办会堪才想到要解决 也难怪柯市府的民调始终不见起色 为了把爱传出去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与卢州区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日前特别到瑞芳九份开城店天空庙 举办敬老庆生会 陪伴父亲五个礼的长辈 共度美好时光 另外也将于农历正月初九 举办弱势关怀活动 在当地发放寿陶 人参巫骨鸡等好礼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与阿公阿嬤一起欢唱生日快乐歌 气氛相当温馨 如若居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送爱道九份 日前在开城店天空庙 举办敬老庆生会 邀请附近五个礼的长辈参与 这群爱新志工 不仅办老人庆生 还将于农历正月初九 天空生当天 举办弱势关怀活动 在当地发放寿陶 人参巫骨鸡 及酱油米粉等好礼 我们的吴伯理事长 跟所有爱新的志工 出钱又出篮 来跟这专门做生日送蛋糕 那么我们也计定 新的丽的梅 就是我们家的梅 到天空心的时候 要来这里拜拜 大家来这里拜拜 保一家平安顺顺顺 送大家收徒 同时啊 我们水峰家 这艘苦人够收入生臧 天空心一天来这里拜拜 我们要算黑骨骨 要送酱油 要送米粉 为了陪伴长辈共度美好时光 志工们特别带来一连串精彩的表演 看到阿公阿嬷各个开心不已 开成建天空庙主委曹宥章 及瑞芳区长陈奇震 都相当感谢李翁月儿 集资工们的辛苦付出 特别看我们议员 李翁 王傅 李翁 在办一些爱心活动 也有办这个老人庆生 所以说我的要求 跟拜托我们议员 可以在我们水峰 高分后开始 办一个老人庆生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这 水峰地区这些老大人 活着一个生日快乐幸福的日子 代表我们水峰地区 我们感谢議員 感谢曹主委 和所有我们老手来的地方 这些帅哥女女 这些理事长 丁丁来这帮我们 鄉親事长来做这个庆生会 李翁月儿还特别准备 芦州知名的蜂蜜蛋糕 作为长辈的伴手礼 这场热闹温馨的庆生会 让老人家有吃又有拿 充分感受生日的尊荣与喜悦 北投区里长联营会日前改选 州美里长苏府亭 获得多数同僚支持 当选新任会长 他希望借由会长的身份 和北市府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 一方面解决 市邻北投科技园区 专案住宅配收问题 更期盼能带动地方发展 宾客灌溉云集 许多地方士绅 民意代表都前来赴宴 就连市长柯文哲也亲自前来 恭贺北投州美里长苏府亭 就任北投区里长联营会会长 我们希望我们北投 所有里长都可以团结在一起 然后争取我们北投的进步和繁荣 苏会长积极和里民协调 专案住宅配售权益 尽管周美里被规划为 市邻北投科技园区 但两年来 不是承包建商恶性跳票 就是市府配售门槛太过严苛 苏会长就任后 渴望和市府建立良性沟通管道 为里民争取应有的权益 北投区只有周美跟建民里在重划 那重划过程 有些人也会没有房子住 因为他的规定太死了 那我来选这个会长 也许有一些里民市民 他没有办法配套房子的 我比较跟市政府有沟通管道 新人新气象 尽管才当两年的里长 但苏会长勤政爱民 不但深得里民信赖 许多里长同僚也相当肯定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导 根据统计台湾目前有超过26万贫户 更有不少是富二代 自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就落入贫穷 曾受家福基金会帮助的旅美职棒好手张静德 就特别出席募款记者会 呼吁社会大众小额捐款 帮助这群贫同开心过好年 9岁的小昌送上图画 希望长大后能够变强壮 成为无敌铁金刚 保护阿嬷和妹妹 现场播放的是他们祖孙三人的影片 时平大的居住空间 看得出生活相当辛苦 我和小昌有同样际遇的旅美职 和小昌有同样际遇的旅美职 职棒好手张静德 从小也是由阿嬷带大 透过家福基金会的帮助 才让他有机会打棒球 议员进入职棒殿堂的梦想 看了影片其实很感动 因为我小 其实我小时候也跟他们这些小朋友一样 阿嬷这样子 我很感谢我能够能够 现在能够站在这里 也是很感谢从小到大照顾我的人 根据家福基金会统计 目前辅助的个案中 有超过6% 上一代就已经是低收入户 贫穷世袭让孩子不仅有经济压力 还得兼顾学业照顾家人 家福呼吁社会大众 每个人尽一点点的心力 掏出口袋的零钱 就能让这群孩子开心过好年 凯博大台北初会新闻 游祥婷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台北市观传局举办 未到台北旧城区新书发表会 邀请饮食文学教父焦童 严选167间私房美食 局长简医院更公开向台南下站铁 嗆瞎台北才是真正的美食之都 邀请游客一起来旧城区 找回难忘的饮食记忆 在万华经营阿菜骂甜汤的老板 示范隐藏版私房吃法 在米糕桂圆舟上加入油条 瞬间改变口感 再加上一匙红豆汤 让作家焦童赞不绝口 新书发表第一摊就是介绍这间店 我心目中不少会就是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老老崇尚自然的一种烹调的手段 你要熬一锅汤 你当然要用勤醋的骨头跟肉 下去喂这个锅子 锅子很开心就微笑 就会释放肉质香 而不是随便就把味精倒下去 台北市观传局邀请饮食文学教父焦童 花了半年时间 亲访上百间店家 最后严选出167间 出版新书《味道台北旧城区》 要带领游客品尝台北独有的好味道 这本《味道台北旧城区》记录的不只是小吃 不只是美食 它记录的其实是台北人做菜的历史 台北美食 当然比台南的美食来得更博大精深 而且更普及化 公开向文明侠耳的台南小吃宣战 贯传局长锦鱼院呛瞎 台北才是真正的美食之都 希望大家可以运用书中的捷运美食地图 按图所记 好好的来台北旧城区大快朵頤一番 凯博大台北书会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为了宣位海外侨胞 侨委会每年都会举办巡回公演 今年特别在出发前 先在国内演出 包括董事长乐团和国宝及歌手文夏 都带来经典歌曲 让民众听得如痴如醉 一首台客摇滚 董事长乐团一出场立刻炒热现场气氛 原住民姑娘安心云同样展现爆发力 好爱呀 好爱呀 我哦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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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衣 都不笔 我上这席呀 我的心情是安装 你每一样也要却追尾 都带来去 我 复埃 Hi告一首接一首 方言歌手齐聚一堂 唱功了得 快歌振奋人心 mates情歌听来也格外了欲 许久不见的于台烟 重现成名曲 带领观众回到过去 提起旧时回忆 国宝级的歌王文夏 更让人印象深刻 唱起歌来依旧中气十足 文夏为了炫味侨胞展现歌艺 每年敲耳会都会安排节目到海外巡演 今年预计走访日本越南等七个国家 十三个城市 出发前特别让国内的民众可以先赌为快 台报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 冷空气接力来袭 星期二是这波东北季风最强的时刻 北部低温下探14度 虽然周三周四冷空气稍微减弱 但周五到下周日 因为今年首波大陆冷气团南下 各地气温逐渐下滑 北台湾将转为湿冷 最低温下探是3度 提醒您要多注意保暖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博大台北书会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